我们都听过杨蒙虎将的故事,杨家的七个儿子全部上了战场,儿子上完战场儿媳妇和女儿上,可以说家里能打仗的都上了战场。 在20世纪,中国又出现了现代版的杨家将,他就是刘斌和另一家六口,战阵杀敌的故事。 刘斌将军出生在1924年的山西,19岁就加入了了抗日队伍,之后又加入了多次著名战役。 如今中战役和太原战役,在战役期间曾经负伤,上豪之后又重归部队,直到1979年的中越四位反击战爆发。 他被任命被保山区分司令,这也开始了,我们刚刚提到了的一家六口上战场的故事。 当时刘斌司令带着部队抵抗敌军,而他的妻子也参加了之前服务队。 他的大儿子刘光,一直被派往一线战斗,甚至连刚刚毕业的二女儿刘峰,也上了前线的医疗部队。 值得一提的是,他的大儿子本身,是要送到南京外国语学院深造的。 但是他的父亲执意,要让他上前线,不幸的是,大儿子在一次执行任务当中,踩到了地雷壮烈牺牲,牺牲之后背上脊椎异役等功。 大儿子牺牲之后母亲自然是十分难过,而他的父亲刘斌总司令,却只说了四个字,见了义务。 大儿子牺牲之后,小儿子刘明也被刘斌司令官送上了战场。 部队上考虑的刘斌司令刚刚失去大儿子,所以把二儿子刘明安排在后线。 可是却被刘斌司令严厉制止,在收复老山战役当中,刘明冲在最前面,可是了好几天之后就传来了。 刘明为了掩护战士壮烈牺牲,容易而等功,牺牲十年仅二十二岁。 而儿子的牺牲,母亲更是哭得死去活来,刘斌司令也因为悲痛昏倒,在床上三天三夜没有起来。 可是这并没有打消刘斌司令保家卫国的血腥。 调整几天之后,他再次把家里最后一个男人,他的女婿陈家勇送上了战场,如此心怀祖国,一心只为百姓的司令让人怎能不尊敬吗? 三年痛时两个儿子,一家六口全部上了战场,可是战争结束之后的悲痛,有谁想过? 每当午夜睡觉时谁懂他们的丧子之痛呢? 在2010年3月20日,刘斌司令在南京因病逝世,享年86岁,刘斌将军可谓满门中略,我们牢记的不该是历史,而是他们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